大家好 我是Ruby 有我在的地方就是要孤車了 最近有台風天啊 天雨露華 大家出門要小心喔 我們今天要顧的這台呢 是2008年出廠的馬自達2 是日本原裝進口的喔 這台的話是1500cc 目前的公里數是14萬公里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車況囉 這邊左前葉子板有換過 只是內骨架沒問題 水箱支架OK沒問題 車子我全部都關了 左前葉子板有更換 其他都是原版件 所以回來做第三方的認證是OK的 有一些東西回來還是要做整理 第一個冷氣打開的時候 壓縮機會有聲音 但冷氣是涼的 就只是稍微有點聲音 第二個就是它的引擎腳 三隻都不行了 就是發動的時候抖動的很嚴重 但是建議引擎腳要換原廠 不要換副廠 價錢差一倍 但是品質差很多 還有就是四客人台也不行了 回來我們要再做更換 引擎的話是沒有漏油 這部分還OK 還有一個就是方向主機的防塵套要再更換 因為裝起來還會有聲音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一下車 看一下車況囉 現在已經上路囉 剛剛有一段路啊 路還蠻不平的 可是蠻意外就是 底盤沒有什麼異音 換檔的話它的變速箱 蠻順的 沒什麼問題 引擎的部分也很安靜耶 沒奇怪的聲音 就只有四顆輪胎 可能已經跳回了 所以會有點厚厚叫 聲音有點大聲 還有就是 冷氣作動的時候 壓縮機有聲音 車子開起來的話 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現在就要回去 找車主談價格囉 車子我們開完了 現在我要去找車主 談個價格囉 3小時後 我們已經跟車主談完價格了 車主也知道就是 這台車回來 還有一些地方 要再做花費整理 那你知道我們最後的 收購價格多少嗎 7萬 你怎麼知道啊 你們講那麼大聲 我在旁邊都聽到了啊 是啊 我們回來會有 花費哪一些金額 第一 引擎腳三支 原廠的9500 第二 冷氣的外匯壓縮機 14000 第三 4顆全新的國產輪胎 含定位1萬 外觀的話 有些地方有色差 我們會全部烤漆 包含板金 16000 還有就是 皮椅啊 有歸列 所以說 全車的皮椅 重新編織 5500 以上呢 是我們的全部花費 因為還有 電管銷跟認識 後來會開價在 198000 今天我們的影片 就先到這 如果說你想知道 家裡的車子 股價行情的話 歡迎私訊我們小編哦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 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會為您創造更優質的內容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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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 Map